一百八鈔票全被警察給搜了出來 仔細一看不只有美金 還有人民幣香港紙幣 各國鈔票大集合 原來這名嫌犯是一名空中大盜 趁著空姐送餐之際 竊賊打開上方置物倉 拿出別人行李 坐回座位後刻意壓低身子 偷偷掉包偷竊現金 接著在若無其事的 把包包放回置物場內 以為聲不知鬼不覺 沒想到所有犯案過程 都被後座員警給拍了下來 康警局今年1月 接獲新加坡籍旅客報案 說搭飛機來台旅遊時 在飛機上發散包包內的現金 被抽換成一碟口罩 損失將近6萬元 也導致行程無法繼續 百姓而歸 警方深入調查後 也鎖定了嫌犯身份 根據了解 證明中國籍韓性嫌犯 是一名退役武警 在中國四川 向一名綽號徒子的師傅 百姓學行竊 還需要花三萬元的人民幣 繳交學費 隨後加入名叫河南幫的 空中竊道集團 從112年10月起 開始在亞洲各國領空投竊 調查發現 韓性范嫌習慣截夥行竊 藉由同伙接應 轉移竊德之財物 即使施封被帶 也無法人章俱獲 因此懷疑其背後 另有空中竊道集團指揮操控 對比機上狩獵的刑切手法 嫌犯落網時顯得格外狼狽 中國推移武警不務正業 敗師學偷竊 沒想到才剛出師 就遭我國警方鎖定 當場任賬聚獲 靜新聞黃雲廷楊仲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